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要画一个V字 有时那V字也可以上往上 看你刘白在哪里 不要V字行 然后呢 它这个锦机 它的眼球 留白要多一点 就是我们眼球中间的猪眼球 其他的白色的地方 要多一点 你不用画得太圆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 那个留白在V字 那个白 留白那个地方 你看那个鸡呢 像的地方是哪里 比如说我要像这个角 这样的话你那个嘴巴呢 就往这边 张 好 一般上我都坐下来 这个呢 这样你就换那个 那个关 我也没有换那个耳黄 我去用这个黄色 把这个关 把这个关 往下这里 然后才加 那个 那个 是有那个 所以你画呢 就不用 老式的方法就是 把水加到这个 壁根上去 所以可就是 比较懒一点 不是那个 李永春不就是 架在背肩上 所以你就要控制 你这个水不要太多 在这里哦 对吧 如果你这个盆子里 水太多的话 好像说你的水太多 我做一个反胶 这样的话你就把它倒掉 老师也是这样做的 对 对 把多余的水干掉 然后呢 才从这里 从一条 调到你的 皮根都 比较 均匀了 然后没有一块一块的 那个 那个 那颜色在这边 如果你做的那个姿态比较好 一般上都是要训练 以前我读的 不训练 要学书法 能够最好学书 书法 你洗字的时候还是在读 嗯 洗字的时候你读不读 我洗字还在读 是不是那个身体的学义 一般上没有这么走 不是 你有多大年纪 你肯定没得到我带 我都全是白头发 我也拿了 你看 她的嘴巴 眼睛都往上 你看 她的尾巴这里 那个 那几片黄色也在这里 你看 我是主要把那个 用用用用用 那个 彭皇把那个 那个鸡的 东西勾起来 因为她一般上也是 省颜料的方法 好 来来 省颜料的方法 这个鸡哦 脚 这个颈巾的脚也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好像你那个 你看那个 现在看那个 电视剧哦 那些 那些 王辉啊 王后啊等等 她们的脚 她们的手 手指放那个 尖尖的就是 她的 凤爪这样嘛 她这个 这个 颈巾呢 她的脚 也要很尖 想像门风 也要很尖 你看 这个就是这样夹 但是呢 不够尖 这个够尖 但是不够太厚 不够那个 她好像不必去套进去 真的好像套进去 这样的 所以 真的看那个 颈巾哦 真的颈巾OK 你们那些 啊 呃 那个微信里面 发出去看 你们看到那个颈巾 她就是这样 她那个 啊 那个脚 真的好像是套进去 这样 嗯 好 然后呢 用鹅黄 把那个黄色呢 加深一点 没有鹅黄 我用 鼠红 加 鼠红不行吧 加藤黄 这个珠色差不多 加藤黄 稍加一点 鼠红 用藤黄 挑出来 也有一点 这个叫奥林西卡拉 有一点橘红色 你看你我加那个颜色的原因 就是说 一步一步的把它加上去 嗯 也不要 不要 用了太多其他颜色的 你看 那个珠纱就可以把那个 蛾黄 遮掉 嗯 所以我就不用洗 洗笔洗色这么多次 嗯 我这个锦器中间一条是真的有深一点 颜色 哦 是 要深一点 嗯 还要加色的 嗯 要加色 要加色 我就是把那个 加色的程序 呃 弄得 比较 好像没有 呃 没有什么 规律的 但是它是 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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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呢 它不要 那 那羽毛 闪掉 所以它们 嗯 你就会看 有些 看那羽毛 就会闪掉 就会闪掉 所以你要脱笔的时候 也要脱一直脱到尾 不要在最后的手 就会闪掉 就好像写字一样 你那个 写字 哦 你那个 撇 纳的手 也不撇 把它就会这样 散掉 那那 不是 有的那种什么 散分就很像那个毛的那个 哦 那个 那种那种 那种 像是毛的那种样子 哦 好像那种 那种 旧的那个 就是散分 嗯 就要 脱笔 就是那种 脱笔 已经脱了 不用了 那个笔 其实你也可以用 也要弄成 酸的 对 对 比尖做变一下去形成 嗯 就是呢 你看 我把那个 弄得很高 啊 这架不用了 啊 好 不 不要混了太多 也有水在那边 然后呢 就继续地刮 然后好像 你带 如果你用这种 这种东西 就是在这里刮 刮到它 没有水滴流 流下来 你看那个 啊 一般放那个 就分开 对 要刮水来 你又有那个 啊 在这里 这里呢 要补上鼠红 你看你这样刮 刚好 像我这样刮掉 我很快那个 那个 那个笔上就没有 没有水了 是鸡还是鸟啊 这个意思 是鸟类吧 还是鸡类啊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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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它可以跟鸡配 嗯 鸭子像那个 野鸭 它也会飞 嗯 会飞的 嗯 会飞的 也要飞的距离 没有树上 会飞到树上去 飞得蛮远的 都是树上的 野鸡飞得好远 是吗 那么是你啊 也不是你飞的鸡 也叫野鸡 也叫山鸡 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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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得远 但是也要飞得近 它这个 它这个就是一个名称叫 叫 井鸡 井鸡嘛 对对 跟那个 山鸡呢 是有点不同 山鸡有个名称 它不是一个 一个种类 山鸡没有这么漂亮 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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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鸡做一个 我还没见过 我没见过 我没见过 山鸡 山鸡 塞 一家的 所有人在这里 杜物园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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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是第一次听见金鸡 现在有人冬了 有的人к 他也吃过了 我吃到山里面吃 我一般喜欢拿去玩具就吃 吃野鸡什么鸡子 什么东西吃 有人养了现在 提供养也不是不成功 后来他们养的 现在养的很成功 这个就是他的翅膀后面的一些毛 这里 留一些白 他这里一根很硬的毛 把他刮出来 然后呢 这里加一点 我还拿了两根鸡 他的毛就是针鸡 这个毛就是针鸡 针鸡 针鸡超多 但是他大概一个 这个柱放下来大概要十来清楚 记得了老师上次跟我们画的时候 就是这个拖 这些拖比他要掉短头来的话 对了 这次呢 我就是说用不同的方法去 去把它画出来 现在呢 就要画一条线上去 画一条线上去 画一条线上去 不是最好画 先打个底子吧 可以的 因为我有那个 你这个好主意 好主意 好主意 就是把那个方向跟那个定位了 你画这个东西最好 要改变 改变 大墨 很大 很大 那你回去就是探笔 探笔先钩一下 钩一下 钩一下那个位置 头在那里 身子那里 哪里画肚子 哪里画脚 这个先给它 粗粗地画一下 然后再下笔 他这个 他这个 那个位置就定好了 定好了 那个要整一点 他的脖子呢 他脖子呢 他就是好像那个老虎的斑 在你画的时候 你怎样画呢 就是说你注意它的方向 然后呢 又一长一短 这样的好像一个品质这样 对不对 你看你是不是好像写一个品质 好 品质这样 一长一短 好 三点三点的这样开始的话 好 这个地方可以 这要深一点 好 好 可以了 然后呢 现在反正有墨 在那个 底上就可以换了 这个是冠吧 他的机关 对 对对 他的机关 不是冠 其实就是很多毛 也是 他冠 顶着鱼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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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就用一个 蓬勺 然后你可以 以后可以用颜色再补一补的看 可以红色不够 你可以补一补 你这个枣可以夸张一点没关系 你这个枣是很张的 因为这个是说它凤凰那个 他们以前放到凤凰大概也是几乎是 这个有块的凤凰这个凤凰那里画的 它是三个手指的吗 三角三个枣后面加一个 鸡的脚 鸡是什么鸟啊大不是四爪 一个是五爪 去看看四个凤爪看一下 鸡爪一样长到凤凰 鸡脚哪来呢 四个呢 也两倍半 三倍可能就比较长一点 更长一点 两倍半应该是空 现在用刺激 调它比较湿一点 这样的话整个鸡跟饼都有那个测湿的颜色 这样都浪费颜色 没想到这样 那个颜色都在那里了 我舍不得颜色你知道吗 赶快赚的钱可能比较多了一半 我没有赚钱 不配已经算不错了 好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调转 好像老师这样用拖笔 我这个也是用拖笔 但是用侧风 侧风拖笔 从这里看 舌不得还是打不着蓝了 浪费就浪费 这样 哦 注意它 慢慢的把它 煎起来 你的臂可以转转 这样的话它就在这里 这样的话它就在这里 再加默色 其实这个默色不够 你要注意 如果默色不够 那就加重一点默色 好 要不然以后 以后可以加 就是加起来就 就比较 有点 不好 对吧 那老师就是那天就说 哦 不过是不够 要加多一点 对了 有点 有点 有点问题 这样 好 其实呢 这样的话它这里呢 就可能 好像少了一点东西 这个也可以用 就是用那个折饰 不要生一下折饰 因为刚才有些同学 已经注意到我给你看 那个照片 然后它的本身 它不只 不只两 两根的 大概有四五根 有些比较短一点 有些可能掉到 掉了 然后它又 还有新的长出来 所以这就是 现在画的这几根 好 基本成型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就画那个 水仙 这个 这个也是复习嘛 对不对 我们已经画过 对不对 等下又勾 其他呢 勾这里 来我们再来 这个翅膀 后面 这些鱼 对吗 这些颜色 可能太多了 快进来啦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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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慢慢补一补 刚才太干了 它的肚子是那么胖的吗 对 一般上呢 它野生的话 它都比较瘦 但是呢 你家里养的 或者你家 调价好的 啊 在农场里养的话 要多少吃点饲料 好 现在呢 那个尾巴 在这里 我也补一补 因为那个 这个补一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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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黄色你可以用同一个盘子 如果你再放青色下去呢 它就会成灰色了黑色了就不好 眼睛这边是黄色 加点红色 眼睛亮出来 最好也是在眼睛的前面 加点红色 加点红色 这样的话你看仔细的看的话 这个鸡的眼睛就更有深了 对不对 点红色 要再仔细一下的话呢 那个眼睛呢 就是说也可以用一些 蓝色 最好不要等它的那个磨太干的时候 就在它的这个V型这边 再加一点点 你看 它整个眼球好像就形成好像有 有这个真正的眼睛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有一些 敲门 这个现在我们就说画这个 水仙 水仙呢 先画黄色 这边有蓝的 有绿色 用那个黄色 黄色在这个 这里软一软 中间这里软一软 用一点的黄色 放给它深一点 再软一软 然后呢 你不要等它干 就是用那个猪沙 或者 熟 在中间这里 那杯子那个中间那些点 就把那个整朵花灯的 那个 色彩呢 提出来 现在你要注意的话 又要跟那个 花呢 这个叶子呢 暖色 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这个叶子哦 的正反方向 这个 这一片叶子呢 是背向 对不对 这个是背 叶子的背面 哦 用 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这里 是叶子的 前面 尾端 还有尾端这里反过来 哦 所以把那个 也颜色分成 三四个不同的区域 这个中间呢 这个也要比较淡 这一个 这个地方都要比较淡 用比较淡的 绿色 最好呢 你用另外一个盆 盆子呢 有没有另外一个盆 臂上 这样子不会混 因为红黄色 在一起 绿跟那个 花青跟耳黄 花青这边有够了 有吗 不要 不要 花青 花青从这里拿过来 有黄,然后加黄色 这里有黄色 那个太熟了 不用了,不用太干燥了 你看这个花青的一个黄色 然后它两个也在中间就一段了,对的 比如说你在中间这里是变成绿色 对的 这里要比较深一点的绿色 深一点的绿色在这里 再过来就是它本身的花青的元素 这里要再继续呢 这是黄色吧 比较很浅的绿色 如果你要再调一些更浅的绿色 这样我们有几个不同的区域 那颜色的区域 所以我们就用比较深的颜色 好,上那个反面的 就是说那个背面的颜色 好 好像要拌得差不多干了 所以这里多多有点水分 用这封 这个地方就是要留一点白 但是那个头的地方都是比较淡的 这个一个背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背 然后把它用浅一点的绿色 画它的正面 然后呢把它最后留下一点点空白 然后再用一点比较更淡的绿色 所以你看整颗那个水鲜花 就有几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尾段这里 转角的地方给它留一留 用比较 大的 多一点黄色 这个黄色不够 再加一点 那么不容易 这个地方 哪儿 这样的它颜色就比较多样多一点 它有这个圆斜的地方在加绿 上面的就比较让它淡淡的颜色就好 就把它搅往前用水来搅成更前颜色 这样的话淡淡的涂一涂它 最重要就是水线要清嘛对不对 你要把它整个画起来很轻很优雅 它也有一点折石的颜色就是因为它有些椰子掉了 好,有点 这样的话它就会装个 这个是颜色在后面 好,这样吧 然后这里就会装个 下重屏戴到这里 然后把这种颜色做成这样的部分 然后把这种颜色放在下角度 现在我会画那个第三个颜色 就是画那个石头 你在这个尾巴这里呢 就加圈圆圈嘛圆圈子圈子 可以啊随意的加 但是那个就是 主要好像就是好像我刚才讲的 要画成有点品质的形状 就是一个大圆两个小圆这样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问题了 然后越来那个圈子越来越小 它尾巴这边的圈子就越来越小 有点品质的方式 不要太集中了 这样的反正这个尾巴这个有点散掉 就是在这里可以加一点 刚才这里的水分就原来颜色把它好像晕开了对不对 现在你加了一点这样的的话 它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对不对 这就是那个 敲门 然后呢我们现在又点 好这个这些也可以加一点 加一些小圆圈 小圆圈 小圆圈 多忙 对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用一些折射 用干净的折射颜色 这个圆的地方点一点 把它提提提出来 提起来 那闻就比较好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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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